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持续带您聚焦同志人需努力专题报导 上一集节目透过齐家威争取同婚的过程 纵观台湾三十多年来的同运历程 修民法立专法之战才要开始 这集节目带您走出台湾 看看国际间二十三个同婚合法国家的立法经验 能否带给台湾一些启发 四对新人相继说出我愿意 时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科恩敲下法锤 见证全球第一场同志婚礼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我的针子下跌 然后他们结婚 就是那个第一首二月 第一首二月 我从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情趣用品大麻棒棒堂 荷蘭的自由開放走一趟紅燈區一目了然 即便是這麼開放的國度 同婚法治化這條路也走了超過20年 荷蘭從1979年開始 有限度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 1990年三對同性伴侶要求結婚 被荷蘭最高法院拒絕 但當時的法官在判決意見當中 首次建議國會掩擬相關法案 就此埋下種子 1998年荷蘭通過伴侶法案 無論同性異性都可申請合法的伴侶關係 走進布魯塞爾郊區這個同志家庭 男主人弟弟和艾瑞克就是在隔年決定攜手走一輩子 Erik和我結婚了在布魯塞爾 其實在布魯塞爾街上的布魯塞爾街上 在布魯塞爾街上的布魯塞爾街上 你可能有看到的是那大大大建築爾街上的布魯塞爾街上 時光飛逝 弟弟和艾瑞克一眨眼結婚13年了 比利時的同志婚姻法也走過這麼多個年頭 相較於自由開放的荷蘭 比利時有七成人口信仰天主教 民風相對保守 同志團體在90年代才慢慢地遊說立法 直到1999年比利時政壇變天 當時新的聯邦政府著手多項重大改革 同志婚姻也得到合法契機 2003年比利時眾議院壓倒性通過同婚法案 但由於侵權問題相對爭議較大 2006年才相繼通過領養的相關法案 雖然並非一步到位 但循序漸進的過程也終究有了結果 在法律上的法律程度 事件完全相同 所有人都可以結婚 在各個地方或國家的地方 在荷蘭和比利時之後 加拿大 西班牙 南非 挪威和瑞典等國家 相繼通過同志婚姻法 2013年更達到高峰期 共有五個國家完成立法 法國就是其中之一 信奉天主教的法國 過去把同性戀視為罪犯 直到18世紀法國大革命後 才將同性戀毒罪化 1985年法國通過反歧視法 保障各種性別者的權利 1999年法國國會通過 民視互助契約法案 讓法國同性伴侶 享有一般配偶的法律保障 只差無法收養子女 法國前總統歐蘭德 便在2012年大選中 主打婚姻平權修法 試圖打破這種制度性的歧視 讓同志可以真正成家 他當選後也兌現承諾 2013年5月18號 法國通過全民婚姻法案 成為全球第14個 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Bruno et Vincent 成為了第一次婚姻 在繞綁綁綁綁 按照新的法律 令法國的14個國家 在世界中的同性婚姻 讓讓同性婚姻 這改變了我們的婚姻 沒有,這改變 因為我和 Bruno和我 我們先愛以前 我們繼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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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唯一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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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 唯一的唯一 他想講我也很能夠 有 Dasseur 談戀口 良tor 跟夫人 很難看 夫人 為淦 唯一 唯一 法国国会议员比内 是力促法国同性婚姻法案的关键人物 办公室贴满各地同性爱旅寄来的照片和写卡 满满的回馈是支持他推动立法的最大力量 和其他不再有任何称之后 而其他不再有任何称之后 想要给我们的任何称之后 让我们的任何称之后 不再有任何称之后 和其他不再有任何称之后 在其他计划的任何称之后 一样像在台湾 让我们的法律认为所有的公共产相同 都可以保持同一样的同性 和保持同性的同性 2013年法国通过同婚法时 社会的正反声浪各持一半 如同今日的台湾 比内正向看待 他认为激烈的讨论 有助社会更尊重 更宽容 实行联邦制度的美国各州永各法 促成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历程 更是复杂 美国同志族群从70年代开始 争取结婚权利 1993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判决 禁止同性结婚 违反夏威夷州宪法 同婚议题就此成为热议话题 1996年 美国国会通过简称 DOMA的捍卫婚姻法案 这个联邦法案明文规定 婚姻仅限一男一女的结合 但这并未阻止同婚合法化的浪潮 2003年麻州开封气之先 成为全美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 接下来十年间同婚合法化浪潮席卷全美 各地接连透过法律诉讼取得胜利 2008年加州接力让同婚合法 但过程相当曲折 加州在2008年5月刚通过同婚法 11月随即公投通过禁止同性婚姻的8号提案 让许多已婚的同性伴侣被夺去婚姻关系 克里斯培利和山地史提尔就是其中一对 克里斯因此状告加州政府 全家攜手上诉到最高法院 so 2008 was the election in California where the voters passed proposition 8 which took away the right for same-sex couples to get married our youngest were in 8th grade the year that happened they're finishing college right now so there are all these years of parenting working traveling and being plaintiffs in the case and the whole time you're in it you think oh i'll get through today i'll get through tomorrow it'll be fine and then you look back 2013年8号提案被裁定违线失效 加州恢复同性婚姻 裴莉和史提尔写下同志平权新篇章 但这只是区域性的 同一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实行超过15年的东马 点燃了全美同婚合法的契机 关键一战在2015年 美国男同志奥贝格菲尔和相守20年的伴侣 在马里兰州结婚 却不被他们本籍所在的俄亥俄州承认 因此发起诉讼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俄亥俄州败诉 并且宣布同性婚姻 在全美50周正式合法 白宫在当天也披上了彩虹新装 回头看看台湾 对同志来说婚姻平权之路终于踏出了第一步 未来两年法律的修订处处是战场 同志下一代的教育 心权和权力义务该如何完善 社会的分歧又该如何化解 无论挺同反同 或许都该试着走出同婚层面对彼此 想当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国家 不能只是口号 台湾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几周 全球视野持续关注国际及台湾 在同婚合法上面临的挑战 请持续锁定同志人需努力 专题系列报导 我们在华世新闻咨询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